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号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公关工作。 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疫情防控科研公关一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他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要把新冠肺炎科研公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2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军事医学研究院,听取研究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公关的总体情况汇报,结合展板和实物,了解疫苗和抗体研制、药物筛选、病毒致病激励研究、快速检测试剂研究和应用等进展情况。 他强调,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军事医学研究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文令集动,争分夺秒,集中力量展开应急科研公关,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 和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良作风。 在仪器测试楼,习近平查看了重大疫情应急防控药物研究室,向坚守岗位奋力公关的一线专家和科研人员表示亲切慰问。 习近平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突击队和主力军作用,尽快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药物检测试剂,全力满足抗击疫情需要。 要坚持在疫情可速、可诊、可防、可治、可控方面合力公关,通过打这场硬仗,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拿出更多硬核产品, 为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离开军事医学研究院,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医学院考察调研。 他先后走进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生物医学检测技术及仪器北京实验室, 向专家详细了解创新药物研发进展情况,和新型检测试剂、检测设备研发应用等情况, 并观看了正在进行的眉莲免疫吸附试验。 习近平指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有两条战线, 一条是疫情防控第一线,另一条就是科研和物资生产, 两条战线要相互配合并肩作战。 习近平希望他们加强从前方的配合,组织精干力量, 急事急办,加速推进新型检测试剂、抗体药物、疫苗和诊疗方案等公关。 习近平强调,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 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 始终是我们须于不可放松的大势。 要健全国家重大疫情监控网络,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加大前沿技术公关和尖端人才培养力度, 尽快提高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平。 随后,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科技部关于全国药品和疫苗研发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有效临床应用经验和有效诊疗方案总结推广工作的情况汇报。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国科技战线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有关部门组成科研公关组, 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 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 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 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取得了积极进展, 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在这场重大斗争中, 广大科技工作者充分展示了拼搏奉献的优良作风, 严谨求实的专业精神。 当前,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越是面对这种情况,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习近平强调, 尽最大努力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要加强药物、医疗装备研发和临床救治相结合, 确实提高治愈率、降低病盲率。 要强化科研公关支撑和服务前方一线救治的部署, 坚持临床研究和临床救治协同, 让科研成果更多项临床一线倾结。 要加快药物研发进程, 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病用, 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 同时,根据一线救治需要再筛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 探索新的治疗手段, 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 要采取恢复期血浆、干细胞、 丹克隆抗体等先进治疗方式, 提升重症、微重症救治水平。 习近平指出, 疫苗作为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 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 要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发, 同时密切跟踪国外研发进展, 加强合作, 争取早日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 要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 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 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 习近平强调, 要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 利用病毒蛋白和不同受体的结合特征, 评估可疑动物作为中间宿主的可能性。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 搞清楚病员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提高精准度和筛查效率。 习近平指出, 病人心理康复需要一个过程, 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间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 病亡者家属也需要心理疏导。 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 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习近平强调, 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 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 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 预防和应急结合, 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 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公关体系和能力建设。 要统筹各方面科研力量, 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 要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 完善疫情防控预警预测机制, 及时有效捕获信息, 及时采取应对举措。 要研究建立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科研公关等方面指挥行动保障体系, 平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南, 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 习近平指出, 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 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公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 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 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 加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 要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突破技术装备瓶颈, 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 习近平强调, 习近平指出,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需要各国携手应对。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 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沟通交流, 同有关国家, 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 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 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 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智慧和力量。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张又霞、 蔡奇、肖杰和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出席有关活动。